今天上午中选会进行号字抽签的时候 马总统是抽中了二号 不过已经习惯高喊台湾加油站 就要比出大拇指的马总统 一时还是改不了习惯 当台下大喊动算的时候 他也比出了站的手势 后来惊觉似乎不太对劲 赶紧缩手 我们赶快来看看 请问告诉我们今天马总统的行程 好 直播的观众 透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马总统上午是南下 到了屏东县的琉球箱小琉球这里 来进行这个败票行程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是吸引了许多的民众来到这里 大家都想要争夺马总统的风采 不过就在这个行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从台北传来说 中选会抽签的结果 结果马总统是抽到了二号 那么现场民众也相当开心的来大喊动算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出了一点小小的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现场大喊这个动算的时候呢 马英九总统呢 是不经意的比出了这个赞的手势 因为他的这个竞选口号呢 就是台湾加油赞 那么这个赞呢 也就是似乎代表这个一号的意思 那么这么一来呢 等于是帮对手加油了 因此呢 他这个金决的这个状况不对之后呢 赶紧比出了二也就是夜的手势哦 来这个缓和一下气氛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马总统似乎还是相当不习惯 也因此呢 他还是这个握紧拳头的方式呢 来这个加油哦 用拳头来取代原本这个赞的手势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的捐情 向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我们刚刚看到 马总统今天其实满亲切的哦 在庙口呢 跟这个乡亲们闲话家常 不过啊 刚刚有点出糗 他现在是二号哦 在今天呢 我们看到他南下 哇 这个候选人现在各组人马 都在南部跟东部 在持续缠斗当中 不过我们说到 大选现在进入倒数了 在明天 这个礼拜六呢 下午将 请不吝点赞订阅